年代的感覺 終於到了 我趕快來查一下 到底又在哪裡 陳同學 不要再睡覺了 我怎麼會在這裡啊 來到這裡 就像一秒回到民國五六零年代 舊的客桌椅 還有一旁老實電話 傳統裁縫機充滿濃濃古早味 那個陀螺啊 電話是有看過 有一些像那些廚具啊 就是奶奶家現在還有 不只架子上的骨腕公仔 讓民眾會想起童年 這台手動爆冰機 更讓人惠惠無窮 就像雪花灑落 獨特的麵茶口味剉冰 再搭配炸元宵黑糖育圓 另外還有排骨和油飯 充滿懷舊感 這個餐廳最主要是讓年輕人 能夠體驗一下 民國五六十年的時候 大家生活是用什麼樣的器具 然後但是年輕人的口味 是比較吃現代料理 所以我們就用意大利麵燉飯 來做搭配 當然有一些台灣古早的甜點啊 穿著學校制服的服務鼓掌 老闆王志強 因為製片出身 將電影塞德克巴萊 不僅再利用砸下一百五十萬 打造粗胚木座的老房子 增添台灣味 原住民跟日劇在抗爭的時候 他的一部電影很有名的 那像這個木頭門 還有牆上這些所有的木窗啊 都是從那裡的布景 拆下來以後 我們覺得很捨不得 就把它原封不動的 搬到這裡來做裝飾這樣子 在都市鬧區中 讀書一格的老餐廳 就像時間停格 帶著用餐民眾回到過去時光 三菱新聞 賴外紅情一節 台北採訪報導